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极用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你来看 环保局有一辆垃圾车 在进入天外天焚化炉时 拈过一只躺在路中的黑狗 遭到民众上网爆料 环保局动跑所及警察局 就召开联合记者会 强调案发后 市府相当重视 全案已经请警方调查 厘清责任 一辆垃圾车转弯 要开进焚化炉 但地面上躺着一条大黑狗 下一秒垃圾车直接 拧压到黑狗 毛小孩痛到滚了好几圈 被人发现时 伤势相当严重 环保局与警方 于第一时间合作 昨天晚上已经进入焚化场 保全证据了解实情 市长非常重视 只是对此事要全力追查 争办到底 务必把所有的细节厘清 环保局对于同仁执行中 所造成本次事件 感到非常遗憾 本局现已介入调查 并加强宣导驾驶应遵守速限 并注意路况 这是属于 动保类的严重刑事案件 该名驾驶目前已暂停职务 除了刑事上的责任 请动保所与警方 能够尽快厘清之外 环保局也会静待 相关司法调查结果出炉后 进行行政上的必要惩处 最终将该员予以开除的处分 画面被民众po上网 政府环保局警察局和动保所 共同召开记者会 说明调查结果 针对这个毛小孩遭撰击案件 警方伸感不舍 一定会严正查处 行为人在今天早上已经到案 对于不慎撰击毛小孩的案件伸感 奥违 警方目前正一动保法侦办中 动物保护法它其实会有区分成 故意的部分 然后还有过时 故意的部分涉及刑事责任 那我们这个案件会依 依动保法第25条 然后移行基隆地方检察署去做判定 那去确认说它是不是有刑事责任的归属 所以这个案件做完之后 会把相关的笔录跟捐证资料 都依给地检署办理 环保局调查之后 认为理性司机违反动物保护法 移送检方侦办最高得面临两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拘役 并科最高200万元以下罚金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另外暖暖区地内15号公园旁 在市议员连恩典结合 社区营造积极推动下 成立了洛宇松工作风 社区居民可以随时自行DIY 家具雕刻或是修理物品 除了免费提供水电外 也提供居民需要的工具 平常休闲喜欢自己 悄悄打打享受 做工艺乐趣的市议员连恩典 拿着高压清洗机 冲洗一片已经有七八十年历史 废弃不用的木头屏风 之后再由自己自行整理 重新上漆 再铺上一块玻璃装上脚架 就可以成为一个泡茶桌 环保又实用 而这项DIY工作 都可以在这处 洛宇松工作方完成 本身我也很喜欢自己动手 那就像刚刚我真的有一块 这个旧的一个屏风 那我想说可以把它运用起来 当成一个桌 泡茶的这个桌子来运用 所以其实在社区里面 我们运用这些闲置的空间 来做给居民 可以想要做自己想要的事情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然后这个就可以放下 然后把它放到外面 这样 放到这里 为了方便民众在里面工作 平常四边通透的工作方 必要时 都可以放下透明的遮雨棚 遮风避雨 特别我们旁边因为 这个也是开放空间 我们也做了这个返布 那就是特别是在冬天 有雨的时候 可以在里面这个闲话家常 曾经也在里面泡过咖啡 那晚上也有人在这里 要雕刻 要学雕刻的来这里 想说在家里会吵到别人 那在这里默默的 这个空间 很好的环境在工作 我想这个效力不太好 那自己对自己身心灵 都是一个很好注意的地方 这处位在暖暖区定内 15号公园旁边 看起来像是凉亭的地方 早年是由自然水公司 搭建成凉亭市的社区 休闲地点 近两年来 在基隆市议员联恩典 结合社区营造工作 积极推动下 在周边种植洛宇松 修建木头艺术矮围栏 命名为洛宇松工作坊 更转型作为开放式 社区居民可以随时 自行手作DIY家具 雕刻或是修理物品的工作地点 除了免费提供水电之外 也提供需要的工具 希望为社区居民 打造出另外一种 兼具休闲娱乐和环保的好去处 利用这个空间 可以让社区的人 喜欢自己动手DIY的朋友 可以来这里 那当初我们也开始做的时候 就有社区的朋友 把家里不用的电钻 还有那个电焊机 砂轮机 还有那个应该是阿桃 就是打墙壁的阿桃 都会送过来 他说我放到家里这么久了 就放到这里 那目前那些东西 因为在这个地方 也没有一个密闭的空间 所以我们把它收到仓库里面 那要用的时候都可以随时来这里借 然后特别是针对DIY 市议员联恩典表示 想要来工作方DIY的民众 都可以到他的议员服务处 借用需要的工具 享受自己设计 自行修理 悄悄打打 以及环保再利用的乐趣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成功国中学生设计研发的健康力气 科技跳绳作品 参加马来西亚国际工程发明展 传来了夺金的捷报 除了夺金外 还获得印度尼西亚的评审团青睐 荣获印尼特别奖 四位成功国中七年级的小将 运用Scratch程式 设计出健康力气 科技跳绳 荣获多项大奖 这些奖牌来自于加拿大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还有台湾 中英文解说 展现学习成果 将这使用者的升高 体重 年龄 换顺成运动时间 消耗热量与BMI值 这个方式是对于减肥有需求的人 它的优点在于 它不需要受到空间的拘束 以及它可以达到减肥上一定的效果 孩子们很感谢一路来支持 与指导他们的老师 校长张志明说 结合高中职的资源 让孩子们有多元的现象探索 成功国中 让学生最主要是要多元的发展 所以我们在国际发明展 是我们本校的目前一个重点 那刚好我们学生的英文程度 状况都非常好 刚好搭配我们的国际发明展 使得我们学生在国际上 能够发光发热 学生将梦想转化成作品 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为多元教育发展 奠定良好的基础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再带来看暖暖高中草皮球场 换上新的人工草皮 市长谢国梁与德河国小 暖暖高中的国中橄榄球选手们 一起开球启用 球场上 暖暖高中国中部和德河国小 两支橄榄球队来场友谊赛 相互切磋球技 双方你来我往奋力达正 脚底下踩的是钢 完工的人工草皮 学生开心的说打起球来真的很不一样 每次打完比赛 练完球的时候全身都是伤 现在就不会那么多伤 也可以穿钉鞋在里面练碰撞练什么的 就不用在里面木头地板在那边摔来摔去 跑起来的话跟之前的那种泥土地板差很多 就比较弹 然后也比较不容易那么怕摔倒 以前场地就是可能没有人去整理 所以就是会有凹凸不平 那就是很危险 就是可能会跌倒 那现在的话就是 那个有人去整理场地 那场地就变比较安全 然后也可以让选手 就是发挥实力 就是不会受场地影响 暖暖高中国中部发展橄榄球体育专项 多次在国内的球赛中获得冠军成绩优异 但原有的训练场是压克力球场 加上有多处的破损 下雨就变成了烂泥巴 训练不方便 试验府投入了350多万元 协助暖暖高中操场重建 将橄榄球训练场翻新为人工草皮 很开心这个暖暖他们跟德河 他们其实橄榄球 跟这个很多球类运动都打得非常好 所以我想市政府教育处 一定要做他们体育运动的后盾 而且我们基隆有一件事 可以在全国发光发亮 就是体育 大家看到民传表现得这么好 那我觉得我们未来 不论是三级衔接 或者是往更职业方面的体育活动 跟赛事我们都会持续的 比现在甚至过去 都会更努力的推动 更多项目 更高规格的各类的体育活动 球队跟赛事 请大家继续的给我们支持鼓励 起用仪式上邀请了市长谢国良 两支橄榄球队伍学生一起开球 校长和教练们都期待 孩子们将来训练 除了更安全之外 球技能够更精进 基层或者是中阶二阶的训练的环境里面 这个场地算是已经算蛮不错了 而且这种场地也是蛮符合我们现在 基隆市所需要的规范 因为它第一它安全 第二它我们这边经常下雨 那它这个排水听说也做得蛮不错的 那这是一个标准的手球场地 跟五人制足球场 所以在推广手球跟足球方面也都非常适合 那加上我们旁边有两个排球场 所以我们整个运动设施规范的非常完善 这个也非常谢谢市府跟教育处给予经费的一些补助 相对于以往压克力或是硬质的材质 那因为橄榄球的部分会有更多的摔跟扑跟跌倒的一个可能 所以在这一个人工草皮的部分它排水比较好 会比天然草皮因为它就比较不会有凹洞不会泥腻 所以他们在练习上就是任何时间只要下过雨后 其实就可以使用 春暖中橄榄球队成绩优异 德国小橄榄球队在今年的全国橄榄球锦标赛 国小代式混合组获得了冠军 八年内拿下三座冠军 德国小也将今年的冠军奖杯献给市长谢国良 记者黄壮明金融报导 五人国中推广天文教育 将原本普通的走狼赋予全新的天文意向 打造成一条充满天文元素的天文狼道 春夏秋冬的四季星空究竟是什么模样呢 这里是狮子座 可以看到春天的大镰刀在这 然后这个是狮子座的尾巴 又叫做五地座一 然后这个是轩辕十四 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九 这是狮子座 那比较难看到的晚上比较难看到的是这个 这个是巨蟹座 每颗星星的位置都保证其正确性 四季星空也都用不同颜色的灯泡整线 老师教导学生辨识星座 不只方便而且趣味十足 这个地方是摩羯座 12到1月这摩羯座 摩羯座完之后就是1月份到2月份的水平座 走廊两面墙化身成星空 校长笑着说就是让学生不用上和欢山 就能看见浩瀚的星空 我们希望学生不用去和欢山也可以看到和欢山的样子 所以花了一些时间做这件事情 然后这都老师自己把资讯提供给这个厂商 然后他帮我们输出 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点点 不是说你想要怎么画就可以怎么画 它其实就是很精确 你看到的哪一点就是在哪一点 精准的星座位置 连天花板的灯泡都巧妙排出北斗七星 猎户星座等星象 天文廊道还特别模拟了月亮的每日变化 让学子可以随时观察月球的不同面向 把我们学校过去这些年来 这十几年来的天文成果 慢慢的放到上面来 同时也要有一点教育的意义在 所以就会在我们的这个天文走廊 就先设计了一个12星座的展区 我们也设计了尽量白天可以看得到的天文的东西 就是月亮跟太阳 所以我们把月亮跟太阳 特别放了一个比较大的重点在这个地方 就是万一小朋友想看 想要学生想看 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 月亮可以看到太阳 那只要到我们四楼的那个大平台 抬头往上看 就可以看到 验证到我们这些东西在这里 不少学生说 每个季节都设有特别的开关 透过不同颜色的灯泡 认识不同星座的形状和位置 还可以循环复习 这里就是能在白天 然后又可以在学校园这个空间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些星座 然后老师也可以用这个来上课 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好 我们很少接触到天文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 如果展出这个 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更了解星座的 我觉得学校达到这个让我感受人生 之前有自己去和欢山那边看过 差不多 我觉得能在学校就看到星空的感觉 真的很特别 然后因为我们学校的主题是天文 所以老师为了让我们 晚上不用留下用望远镜看 就在走廊上创了一个给我们 有一些地科科的内容 在旁边有很清楚的标示 那因为图片都是放大的 那也有很清楚的 就是说明说 那例如说月亮的星象啊 或是太阳 都有很清楚的表明出来 那就会让我们比较好的去理解 那个课程的内容 天文教育触手可及 十二星座半左右 不用去和欢山 就可以不断复习星象知识 更能激发学生 学习天文的浓厚兴趣 记者崔小军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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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面那座山也太有形了吧 真的耶 闪电头发行耶 他们如果没有先向政府申请就开挖 被天眼照到就惨了 天眼 就是天上的卫星 卫星可以拍到的范围 可是又大又清楚 而且一个月还回传好几次照片呢 任何人看到山坡第一次违规 都可以主动通报 基隆市山坡地一次开挖整地 请通报 02-2422-3339 由于改装车夜晚横行噪音老民引起许多名怨 你的声音我们听到了 为杜绝汽机车改装车 扰人的噪音 环保局2月1日起将加重处罚 罚款提高 采取金额从白天三千调升到六千 夜间六千调升到一万二 依次加重处罚 全国最重 环保局将严格取缔 加强执法 请无释法 噪音打乱生活 消除噪音的困扰 打击不法的改装车 我们向噪音说不 基隆祠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演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此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此云寺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 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母亲节前夕新义区公所举办模范母亲表扬大会 市长谢国良一一颁奖表扬个礼及原住民推出的21位模范母亲 黄菲妹女士与丈夫从事模范营造工作有家母后 获选模范母亲代表一一上台接受市长谢国良 议长同志委亲自表扬和家人们亲友来个大合照 七一区模范母亲表扬大会 各里及原住民总计有21位模范母亲获奖 其中85岁的高正秀侠女士 养育儿女友成 个个成就不凡 家庭和乐融融 生教 妈妈从来不多话 然后也不会口出恶言 然后平常跟我们讲话的时候轻声细语 那我们四个女儿一个儿子 嫁的先生都是爸爸妈妈精挑细选 然后对我们都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这几个孩子虽然不才 可是我们身下的第三代在她教育之下 有十几个孙子 大概条件最好的应该是在微软上班 然后其他有在大立光 广达 然后长荣航空当空姐 她的教育长度好 我们每次来领奖学生 我都看她成绩最高 我们做领奖学生是很多 但是她们家比较透湿 因为她不仅自己生了四个女儿 一个儿子教育非常的成功之外 对于孙子辈的教育也很好 她的孙子辈里面都出了很多人才 除了高考第一名之外 有不缺在这个科技公司当高级主管 还有空姐 而易信里模范母亲赖里满之女士 现年84岁 一手拉拔五名子女长大 不像命运低头 女儿赖佩琪去现任东西里里长 家庭和乐 子孙都相当孝顺 她们从小就要乖乖的好 在社会上做好事情 这样不能谁坏的事情这样 感谢 非常地喜欢 喜欢今天可以参加魔法母亲的表扬 妈妈从年轻的时候十八九岁 从嘉义就嫁到基隆来 虽然妈妈小时候没读什么书 但是她在年轻的时候跟着爸爸做小工 这样养育我们 我们五个小孩子从小 国小的时候就要打工赚取学费 那所以妈妈也自己没有读书 她教育我们的就是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叫我们都要为社会来服务 之所以这样我们五个小孩子 虽然都没有很大的 很高的学历跟大的企业家 但是我们对于社会的付出 跟这个奉献 都是来自于妈妈的这个传承精神 金融市长谢国梁 议长同志伟 及新医区议员 陈怡 何淑萍 陈君佐 及韩思域 都亲自到场祝福 月的温馨月 小孩爸爸真的变得很小 我要对我太太好一点 也要对他妈妈好一点 更要对我妈妈好一点 因为这三个母亲都很不容易 我们的家庭 我有时候没办法顾小孩 甚至我太太没办法顾小孩的时候 都是我岳母在帮忙顾 这个真的是很难 然后真的很了不起 我知道 医长在忙的时候 也是阿嬷在帮忙顾 对不对 我昨天有碰到阿嬷也没有聊到 所以真的很感谢各位妈妈们 你们的辛苦的辛劳 我想我深深一举功 谢谢大家 也谢谢本金的所有来场的来宾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我想每一个家庭 都会特别来庆祝我们 伟大的妈妈 这个算是也算是生日快乐 每一个妈妈都培养我们每一个小孩 含心如苦的长大 那我们有这个 不畏刮风下雨的环境 妈妈都非常辛苦 不管怎么样 不管再忙 再累 要煮饭洗衣打扫等等 都还要把小孩子顾好 那我跟谢市长 也都是阿嬷在帮忙带小孩 真的妈妈真的很伟大 一路当到阿嬷 要持续的带孙子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 用献上我们最诚次的祝福 感谢我们所有的母亲 对这个家庭的付出 培养出非常多的激容之光 是不是大家可以给自己一个掌声 好不好 母亲节前夕 辅慰首长和明代们 一起到场祝贺 向所有的母亲们 致上最深的感谢和敬意 记者黄绍铭就报道 在这里来看七堵区公所 办理模范母亲的表扬活动 表扬21位模范母亲 母亲节快到了 七堵区公所特地办理113年度 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表扬个礼及原住民 总共21位模范母亲 包括代表基隆市长 谢国良出席的副市长邱佩玲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资委 副议长杨秀玉 以及议员张耿辉 蔡旺莲 曾宜芳 陈明健 区长冯吉安和里长们 除了一起表扬模范母亲 也向所有辛苦付出的妈妈们 致上最高敬意和谢意 特别是副市长邱佩玲 本身就是四个孩子的妈 最能感受母亲的辛苦和伟大 几个你们有害喜 当时怀孕的时候 都害喜 害得一塌糊涂 我当时连我们一早是我很好的合作伙伴 每次我在一早旁边都闻到他的香水味 我当时闻到香水味 都会很不舒服的 而事实上我当时都要擦香水 所以从怀孕的开始那一天 就开始不舒服 到最后要生的时候 各位跟我感想是一定要 连翻身都有困难 生完之后 生产的过程 我第一胎是难产 所以我是剖腹财 我痛了三天才生出来 每个人都说 做妈妈的生小孩 是在鬼门关当中走了一圈 非常危险 我当时要不是现在科技进步 我可以剖腹 我可能现在也不会站在这里 跟大家说话 所以可以体调妈妈的辛苦跟伟大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也感恩母爱的伟大 强调如果没有爱她照顾她的妈妈 也就没有今天的议长童子伟 每一位妈妈都非常的伟大 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我们妈妈 培养出来的 无论多辛苦 我想妈妈都很辛苦苦地照顾 每一个小孩 刚刚副司长在讲 我就让我想起了 我妈妈真的对我也真的是 无为不至地照顾 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超过9点没回家会在楼下等 真的如果没有妈妈的话 大概也没有现在的我们 所以母亲节五月是一个非常感恩的月份 所以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情 来跟我们所有最美丽的妈妈们 说一声感谢 也胜上最高的敬意跟祝福 基隆市七堵区113年度 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在七堵国小举行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副议长杨秀玉 以及议员张耿辉 蔡旺连 曾怡芳 陈明健和里长们 都亲自祝贺献上祝福 温馨合照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都停满了 那就隨便停好了 先生 你這樣停車違規哦 先生停泛合法 騎樓停車空間只能有一列 並且停車方向必須垂直道路 另外必須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間 這樣才可以兼顧到機車族停車 以及行人通行的權益 行行 拍手拍手 另外地上貼有腳丫子的 綠色地貼禁止停車 即方會嚴格取締 綠腳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將店面雜物 橙栽機車放在綠腳牙上面 讓行人 甚至行動不便的朋友 能夠方便同行 投資標股 賣向財富自由 歡迎你 讓我帶你走向成功 歐根的老師就賺了十萬哦 我剛才賺到人生 第一場金啦 注意 這邊有個新的投資標的 五十萬 抱你吧 只有十個名額 我要加 網路投資陷阱多 穩住不賠是詐騙 歡迎播打 1.5反詐騙專線查詢 Ladies and Gentlemen 民族來給不到五秒鐘 但是一出門 我就看到 阿嬤要去拜拜 阿伯要去買菜 超飽油門 我也只能輕輕的踩 學校附近有嬰兒郎 醫院周邊有老大郎 人車擁擠處有炭假郎 我耗子的航空有咱處來人 整條路都自己人 特定區域小心 簡速隨停 讓愛隨行 住在九公寓三樓的陳奶奶 每天都在陽台邊 與鄰居們打招呼 因為爬樓梯 已成為她出門的障礙 社展包租代管4.0 以屋換屋 可跨縣市服務 讓長者生活更便利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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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裡有關係嗎 我都喜歡我 你來的 包租代管333 方便行 安心住 啊嬤 我都喜歡我 為什麼我 Ov捕 我放心 是你